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纽约市92,384例 新增5,356例 长早苏纳郡以及苏福郡分别达21,512以及18,692例 威扯斯特郡18,077例 另外 纽约州昨天新增死亡病例777人 总人数升至7,844人 同时ICU住院率首次下降 库默指出 根据不同模型计算 纽约州需要病床数量从7万到13万不等 而如果大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坚持现有测试效率 纽约就不会需要那么多病床 他表示 会追加两亿预算 为70万申请营养补助计划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紧急食物辅助 并感谢Airbnb捐助200万 为医疗人员提供免费的酒店房间供他们休息 库默也指出 州府正与国会合作 为医护工作者及其他一线工作人员设立新冠英雄补偿基金 他再次强调加强测试规模的重要性 称这是回归正常生活的关键 包括抗体测试和病毒检测 而纽约现有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足够应付现在的情况 如果医院的人员物资病床充足的话 就不会把新冠确诊患者送往临时医院 另外 所有纽约州内的高尔夫球场关闭 而昨晚 纽约的著名地标为医护人员亮起象征他们的蓝色灯光 纽约市长白思豪今天前往位于法拉圣草原的比利珍金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简报会 因新冠疫情 网球中心被改建为临时医院 并于今天接受第一批新冠患者 作为美国网球公开赛所在地 比利珍金国家网球中心内的室内培训中心 现在有12个网球场 共10万平方一尺空间被改建为临时医院 可容纳475张病床以及20张ICU病床 白思豪表示 即使现在看到进展 但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这种可怕的疾病 已经学会了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 而网球中心的临时医院将有所帮助 他指出 如果最终不需要网球中心作为医院 可能会被用作隔离中心 至于网球中心内 路易斯·阿卜斯特朗体育场的小卖部 现在也被用于准备餐点 并分发给患者 工人 志愿者和血统 美国网球公开赛的食品和饮料供应商 立为餐厅以及餐饮协会的团队 从上周一开始 每周六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 一直在制作点餐 而每份餐点包含了两天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 根据数据 他们每天制造超过两万五千份的餐饮套餐 而在过去仅仅九天内 团队就已经交付了超过120万份的餐点 本周的新数据显示 纽约市西语役和非裔人士有较高的新冠死亡率 对此 州长库默宣布 从今天开始 与纽约市少数族裔社区中开设五个新的检测站点 州长库默宣布了全市五个新的新冠病毒检测站点 主要是在少数民族社区 其中一个地点位于布鲁克林的弗拉特布什的比弗利路2307号西尔斯停车场 于今天中午12点半开放 而于皇后区另一个检测站将于周一在Architect Race Track赛马场开放 下周还将开放三个布鲁式站点 仅供预约人士 包括在南布朗市 皇后区亚买加以及布鲁克林的布朗斯威尔 库默在新闻稿中指出 将增加测试 并开设新的测试站点 以收集飞翼和西语夜市社区的更多数据 以便更好的了解新冠病毒在某些社区中导致更高死亡率的原因 并可以采取相关措施 至今为止 纽约州已经开设了9个测试设施 这些站点将优先针对风险较高的人群进行测试 想要在这些设施中进行测试的居民 必须致电888-364-3065进行预约 为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大都会运输署增加为其员工量体温的站点数量 以降低所有人的风险 MTA指出 从原先在全市的7个站点数量增至了22个 位置包括宾州车站 中央车站和皇后村巴士站 并派遣了温度队 每天为数千名员工量体温 温度队由来自MTA各地的成员组成 包括纽约市运输安全和保安人员 长岛火车消防员 大都会北铁路消防队以及60位合同工 他们全部接受过医学训练 全天候24小时部署到所有站点 他们将使用额头扫描温度计 检查所有进入工作地点员工 温度达华氏100.4度或更高的任何人 都将被送回家 同时被指示寻求医疗指导 温度队也会向MTA报告 MTA的首席安全官帕特里克·沃伦指出 减少新冠病毒传播的最好方法之一 是确保患病的人待在家里 离开公交系统 离开工作岗位 沃伦指出 温度队有助于降低所有人的风险 他们是MTA数以千计 幕后英雄中的一员 为应对可怕的大流行而努力 沃伦同时感谢他们的勇气 和对公共服务的承诺 温度队上个月从7个站点开始 如今增加至了22个 每天接受检测的员工超过2000名 而他们发现发烧频率低 每检查1000名员工中大约只有一名发烧 及到5个站点开始 中文字幕再次创造成 1.0 2.0 5.0 2.0 2.0